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配上练金术科学末法神域卡 美人鱼智会训绩卡还有字卡 总共有三个选项 都是不一样的水果 对应这次主题凭着目前的直觉 心中想着问否的他 当下的你最想多看几眼的是哪个选项的水果呢 选好了的话 可以直接点击一下已经准备好了的时间走 这次要做的主题是 这段感情的真相是什么哦 hello给选到第一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次要做的主题是 这段感情的真相 抽成一排卡一起来看 目前你要问的这个人 他跟你之间的感情 真相是怎么样呢 抽一张主题排卡 给选到第一组的你一起来看 目前与他之间的感情真相是什么呢 好了 以主题排卡来看 这一个人他对你朝思暮想 晚上会睡不着想着你哦 你深深的吸引着他 他忘不了你 对你念念不忘的 他觉得你就是那一个完整他的人 你是他一时群群蜜蜜蜜所缺的那个另一半 你的到来照亮了他黑暗的世界哦 在你的身边他感受到满满的温馨温暖的感觉 对你的热情好强哦 对你已经付出了真情 给选到第一组这段感情的真相哦 这一个人他是深深的被你吸引着的 他甚至会为你失眠晚上睡不着想着你哦 跟你在一起呢 就是给他一种前所未有的那一种完整感哦 你就是他一直寻寻蜜蜜所缺的那一个另一半的 是你完整了他 现在自从有你的陪伴了之后呢 他的世界不在黑暗了 你带给他温暖 你照亮他黑暗的世界 他已经付出了真情哦 他对你已经认真了 甚至可能就是曾经对你 为你掉泪的 他很重视这一份感情 看塔罗怎么说 给选到第一组 他对这份感情的真相 你们之间这份感情的真相是如何的呢 他觉得你是一个很抢手的一个宝窝 他很怕失去你 但他又很在乎别人的看法 所以呢就是表现出 默不在乎默不关心的那个样子 其实他心里有很多的压力 爱着你需要很大的勇气 即使是遍体鳞伤 他还是紧紧地守着这份感情哦 不肯放手的 他就是那么坚定爱着你 毕竟你是他的太阳 你是那个给他温暖 照亮他一样世界 令他感到自己是完整的一个重要的人物 所以呢他就是把你认定为 要有你他人生才算是完整的 他要跟你有一个未来哦 他把你看成是他将来要取要价的一个对象 日子无论多忙碌 为了这份感情他愿意 他都是会心甘情愿的 去做他想为你做的付出 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些什么 他义无反顾 现在呢 心中满满的热情对着你哦 他之所以没有采取行动 因为他认为时机不对的 他在等待最佳的时机 才向你采取行动哦 其实他比你更急的 他更加的等不急 但由于可能面前真的有一些阻碍哦 可能你看不见的阻碍 所以呢 对你的热情一直藏在心底里面哦 他对你的爱不是你表面看到那么的浅的 其实是很深的 给选到第一种这段感情的真相 他呢就是 已经把你看成是他将来要取要价的一个对象哦 他很怕你会被别人抢手 在他的眼中你是一个很抢手的存在 想紧紧的抱着你不放 他可能管你管得太多了 有一点令你感到有窒息的感觉 但由于他在乎别人的看法 所以呢 他就是有时会阴阳怪气吧 一时冷一时热哦 会故意的就是隐藏对你的热情的 可能表面看起来就是很 默不关心默不关怀 不在乎的那个样子哦 其实你已经在他心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分量的 你是他的生命的来源哦 就是那个他生命动力的原因哦 你给他就是活下去的动力 你是他的阳光照亮台暗世界的人哦 为你做任何的事情他都心甘情愿哦 多苦他都带着笑容的 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些什么哦 其实要爱着你需要很大的勇气 他呢 他呢 并没有说想放弃哦 就算遍体鳞伤还是死心塌地的 很坚定的心想冲向你 他还在等待最佳的时机 最佳的机会的 他其实比你还要更急哦 可以看得出他是比较爱你的一方 看资卡怎么刷给选到第一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资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他在逃避责任 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承担得起 他有计划想带你去旅行哦 有实在太多他不肯放手 害怕失去的东西 他好想要你知道哦 他很希望你能够知道 他对你的潜意 过去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他不懂得珍惜你 他现在知错了 把你的好当成理所当然 实在太不应该 若因为这样子而永远的失去了你 你就等于把他撕成两半 令他受尽折磨 他真的不想失去你哦 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你那么一样 给他那么舒服的感觉 不知道你对他也是有好感吗 你是否还爱着他呢 他觉得这份感情是值得努力争取的 给选到第一嘴 之卡来看他说他正在逃避责任哦 他害怕他自己负担不起这个重责 他不是不爱你哦 给他一点空间时间的 他真的有在计划着 想带你一起去出游 想促进感情 拉近你们之间的距离 他实在太害怕失去你了 你很重要 好想要你知道清楚意识一下 他对你的情意 过去他可能就是不懂得珍惜你 他现在后悔莫及的 希望没有因为这样子而失去你哦 若你这么坚决的不要他了的话 你等于把他撕成两半那么的残忍哦 因为他知道他遇不到下一个 像你那么的好的人了 只有跟你在一起 他才会觉得特别的舒服 特别的能够令他放松做自己 你是否对他还有感觉呢 你对他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 他好想要知道哦 这份感情他认为是值得努力的 好想要继续的争取跟你在一起的未来 看中文字卡来自对方的心上还有哪些呢 给选到第一组一起来看 来自对方的心上还有哪些 原来所有事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他发现原来 只过了那一点时间 你就把它忘了吗 难道 等你的信息到凌晨两三点都没睡 好多个晚上没有睡觉哦 都是在等你的信息 只要抱着你全世界 我都不想在意 风光静在你眼里 天地不如你怀里 没有什么比你更加的重要 接着我们看这个美人鱼的神域牌卡 给出的建议是什么呢 给选到第一组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呢 保持景学哦 不要一直发呆发梦的 清醒一下哦 意识一下 环境周围在发生着什么 顺其自然一点吧 能够控制的 做好本事分就可以了 无法控制的那就顺应自然哦 再看 拿出你温柔的一面 有时候以柔制干的会更加成功哦 接着我们抽一张塔罗牌卡 给选到第一组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好了呢 这张牌卡是建议着你 可以花点时间去读处的 然后弄清楚内心的声音是什么 让自己静一静 弄清楚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好了 这就是给选到第一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于呢 祝你过一个充满爱的人生哦 还有就是 满满的福报 与对方幸福的甜蜜永远 谢谢收看我们这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请别忘了点赞订阅分享还有留言哦 拜拜 hello给选到第二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家专门的主题是 这段感情的真相 抽成预备卡一起来看 目前你与对方的感情 真相是怎么样呢 抽一张主题牌卡 给选到第二组的你 看一下 你与他之间的感情真相是如何的 好了 以主题拍开来看 这个人他非常小心翼翼的 去处理这一份感情哦 他很计较他为你做的付出 他过去的阴影还未完全的被消除掉哦 他还在处于一种比较 就是保守去观察的那一种角度呢 去观望着你哦 再看 他是很想要扩展你们的关系 相处起来还蛮温馨温暖的 给选到第二组 这段感情的真相 对方可能就是给你一副冷冰冰的样子哦 有一点严肃 然后呢就是 非常懂得分寸的去跟你分清界线的 会令你感觉很难清静的感觉 其实他还未完全的放下过去的一些阴影哦 或许是他前任留下的阴影 也有可能是你留下的阴影哦 他还在观察 你是否真的从过去的错误 已经就是进步起来了呢 这个人呢 他其实心中对你的爱 慢慢的在扩展中哦 他已经情不自禁的 更多的就是爱上了你哦 他一直很喜欢靠近你 接近你 你是那一位能够给他温暖 给他安慰的人哦 但由于可能面子问题 可能过去你做错的一些事情 他还未听见你的道歉 所以一直下不了台 假装就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哦 其实他的心中是控制不住的 对你产生了很多的依赖还有爱意 看塔罗怎么说也选到第二主 这段感情的真相是如何的呢 看塔罗怎么说 他呢正在很用心的在经营这一份感情哦 也有在试水温的那种样子哦 他在试着水温的到底你喜欢他怎么样的样子呢 他要找那个平衡更好的能够跟你相处的那个平衡 他觉得跟你有很多争吵哦 意见总是不一样 意见总是不合的 他可能暗中为你跳过眼泪 可能你的话 你的话语伤害过他 你自己不知道 他还是满满包容的心对着你哦 跟你根本就没有太多的隔夜仇的 很快就能够原谅你了 他甚至已经为了你放弃了其他的追求者哦 他觉得你就是他要找的人 虽然他为你掉过眼泪 他依然把你看成是他要找的那个对的人 那个真爱 虽然他偏体鳞伤哦 他真的为你哭过 这份感情有一点走的比较艰难 就算是艰苦艰辛的 他还是想用往直前哦 他不肯放弃 他觉得你们还是会有未来的 他相信有一天你会不一样 你会对他改变 这份是一个有毒的爱情哦 明知道不应该爱着你 不应该那么深的爱着你 但他就是控制不了他自己 对你产生了很多的爱 他想要跟你发展成更有默契的一对哦 大家一起努力的去磨合哦 现在他觉得还在磨合期 实在有很多他需要学习的地方 他也很愿意去学习 他可能还会有恋爱的经验 他在学习成为一个更称职的男友或女友哦 给选到第二主义塔罗派卡来看 这段感情的真相 他呢还在就是不断的去找平衡感哦 在试水温的那种哦 想要尝试他要成为什么样的样子 才能够更好地跟你和沐相处的 以目前来看呢 他觉得跟你有很多意见不合的地方哦 你有声说的话蛮伺恶的 可能伤了他你也不知道 虽然你不是有意的但听者有意 他可能为你暗中掉过眼泪的 你的话有时像一把宝剑刺伤了他的心 但即使是偏底灵伤呢 他还是依然就是为你放弃了很多其他追求者 他把你看成是他的真爱 因为只有你给他一种很特别的感觉 是其他人给不了的 他已经对你产生了依赖哦 他觉得你能够给他温暖 他要的那个安慰与温暖 很多时候就算是生你的气 他很快就原谅你了 他就是对你很不了心的 去生气你太久哦 明知道这条路会走得很艰难 他还是冤枉之间的 想要走到你的身边哦 他相信有一天你会为他改变 或者你们的感情会有所改变 这个恶魔牌卡的到来呢 这个人他其实已经就是 失去理性的爱着你了 明知道你是他不该爱的人 或者是爱着你会好痛苦 但他依然放不下这一段感情哦 他觉得也许现在还在磨合气的 大家都需要做调整 总有一天一定会 就是克服一切障碍走向幸福甜蜜 他也知道了 可能对恋爱的经验不是很丰富的 他也很虚心的想要学习 成为一个更称子的男友或女友 把幸福带给你哦 康斯卡怎么说你选到第二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康斯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为了跟你在一起 他愿意用尽他的努力 他宁愿你对他说真话 他也不想要你去对他撒谎了 就算是一些美的的谎言 他也宁可你说一些残酷的真话哦 他不想要你们之间有任何的隐瞒 我们就慢慢的发展吧 他需要慢慢来 你是他的灵魂伴侣哦 他可以感觉到你那种莫名的亲切感的 很多时候的在社交媒体 破的文都是为了想要你能够看见 主要是希望你能够看见 他总觉得他自己都在拖累着你 会不会没有他 你会过得更好更开心呢 你给他一种非常性感的能量哦 对你的分文反应好强 当别人提起你的时候 他假装不在乎 假装没有反应 每当想起你 他其实满满的情绪涌在心头哦 你是那个给他心跳的人 给选到第二种一字卡来看 他说为了能够跟你在一起 他愿意付出他所有的努力 他觉得你值得 他希望接下来你们不要再有秘密了 他宁愿你对他说一些真话 哪怕是不好听的真话 他也不想你说一些美丽的谎言哦 这份感情他需要慢慢来 别急哦 不要再催着他了 总而言之 他知道你是他的灵魂伴侣 是其他人替代不了的一个位置的 你放心吧 他虽然要慢 但他不是不爱你哦 很多时候他在社交媒体 所破的文都是主要 希望你能够见到的 他有时会觉得 没有他你会不会过得比较好呢 他总觉得自己只会拖你的后腿的 即使是知道离开你 你会比较开心 他也离不开你哦 因为你太性感了 你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人哦 他就情不自禁的 一直想靠近你接近你 请你别相信表面哦 有时候别人提起你的名字 他就是假装没听见 好像没有任何的表情情绪的 那些都是他装出来的 事实上呢 每当他想起你 他就会心路乱撞了 有很多的情绪哦 你是那么的影响他的一个人 看中文字卡 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哪些呢 给选到第二组一起来看 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哪些 你明明就没有很好 而我却爱你爱到要生要死哦 其实很多事我都介意 只是习惯性的说没关系 我永远也配不上你 他觉得怎么努力 都好像跟你有一段距离 看这个美人鱼神域牌卡 给出的建议是什么呢 可以选到第二组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呢 心存感恩哦 懂得感恩的人才是有福的人 才会吸引更多的正能量 多一点的去想对方的优点哦 再忍耐一下吧 不要急哦 有时候实际味道你怎么急 也是没用的 放松吧 不要抱有太多的期待 就不会有失望哦 就是平常性的看待哦 接着我们抽一张塔罗牌卡 给选到第二组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好了 这张牌卡的到来 就是说 缓一缓哦 或许你就是 闭得太紧了 鼓了对方 也累了自己 是时候呢 就是给彼此一些 休息的空间哦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给彼此更多的时间 去做一个更周全的决定 与计划的 然后感情才可以走得更顺利哦 好啦 这就是给选到第二组的 排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与乐 祝你保持清静的心 与对方就是过一个 充实有意义的快乐人生 每天都幸福甜蜜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请不要点赞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HELLO 给选到第三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家上班的主题是 这段感情的真相 抽成预计划一起来看 你要问的这个 他跟你之间的感情 真相是怎么样的呢 抽一张主题拍卡 可以选到第三组的你 看一下目前 与他之间的感情 真相是怎么样呢 你已经成功获取了他的信任哦 后来以主题拍卡来看 他非常满意这一份感情哦 你带给他一种 你带给他一种可信可靠的感觉 你令他想要成家的念头哦 他觉得你是可以过一辈子的人 是适合过日子的人 你已经成功获取了他的信任哦 他可以毫无保留的 就那么自然的把心中的秘密 心中的想法都分享给你听 以目前来看呢 就是这份感情缺缺一点热情哦 好像都比较被动的 他被动你也被动哦 感情停止不前 大家都在等彼此的主动哦 他等你你也等他 等着这个雨可以掉落下来哦 去滋润彼此的心 给选到第三组这段感情的真相 首先你主题派卡来看 恭喜哦 他是非常满意你带给他的感觉哦 你令他想成家的念头 他觉得你是适合过日子的 过一辈子的人哦 他已经找到了他的归宿感的 他已经对你产生了信任 他会很自然的 毫无保留的去把他心里的真实想法秘密 都说给你听的 他都很愿意与你分享哦 但你目前来看呢 就是这个感情比较停止不前的样子哦 他等你主动 你也等他主动的 大家都不愿意主动的 大家都害怕受伤 或者是被拒绝 所以呢 这个感情现在 其实是在 就是漫长的等待中哦 他也等你 你也等他哦 但其实你们是相爱的 看塔罗怎么说 你选到第三组 这段感情的真相 看塔罗怎么说 他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 他很悲观哦 他悲观的认为 你可能不爱他 所以他不敢主动 他渴望着可以跟你有更多能够插出火花的机会 想与你有更多能够见面哦 你们有很多话没有说出来 都是靠菜的 都是用眼神交流哦 就是你们很暧昧哦 暧昧不尽 这份感情令他有满满的挫败感哦 他从来没有遇过这么难 难以去靠近的一个感觉哦 虽然就是 虽然就是很多时候你们有眼神交流吧 但就是 他就不知道 该怎么去进一步的发展哦 你是很漂亮 很耀眼的一个存在 但你们有距离感 再看 你是那一个给他力量的人哦 每当想起你呢 他就满满动力 一直想 啊 思法的 去拉近你们之间的距离 你已经成功的把他的心偷走了 现在他犹豫不决 他不知道 你是否也一样爱着他呢 所以他不敢太多的主动 他需要你哦 他觉得 没有你的日子 过得特别孤单寂寞 给选到第三主意 塔罗派卡来看 这段感情的真相 其实这个人 他变得比较被动 不是不爱你哦 他只是悲观 他悲观的认为 你可能会拒绝他 所以他不敢主动 加上他又不是很自信哦 你可能没有说过你爱他 很多都是靠差的 没有一个证据 去证明你喜欢他 你们都是靠眼神沟通交流 都是靠差的 所以呢 他就是还不去确定 你是对他怎么样哦 他就是一直在猜哦 你对他的心意是怎么样的 跟你之间似乎有距离感哦 你无疑是他最吸引他的 你无疑是那个最耀眼的存在 他觉得你很帅很美哦 但是他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拉近 你们之间的距离 他从来没有遇过这么的难以靠近的感觉哦 他可能就是第一次对一个人产生这么强的爱意 每当你出现的时候他特别害羞哦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的爱与热情 他渴望可以跟你擦出更多的火花 可以跟你更长的能够见面交流沟通的 当没有你的日子 他会照思目想哦 他已经不知不觉对你产生了依赖的 现在呢 你等他 他等你哦 大家都不知道彼此是否受欢迎的 你已经成功把他的心偷走了 他是暗恋着你哦 你看不出来 他很深情 就他有隐藏起来 对你的这份强烈的爱 你是那个给他力量的人 每当想起你 他不开心的时候 就是遇到工作上的难题 想起你 他就充满动力的去克服一切 你就是他的希望哦 看字卡怎么说 也就也到第三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字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安排 请你回到他的身边 想跟你重新再来 若你知道他有多么的爱你的话 你也许就明白了 请你留在他的生命中吧 他真的不想失去你 不想让你走 他现在起床都是带着笑脸的 都是因为你的到来 你的出现 好想要跟你说说话的 但是他又害怕 他不知你会给出怎么样的反应 有你在的时刻 都那么的令他陶醉哦 有时候你对他好 他就是不敢说你是爱他的 他都在说 是不是你在表达你的善良呢 并没有什么特别意思呢 他就是悲观哦 悲观的认为 你没有那么爱他 他现在很混乱哦 他不知道 你们的情况到底怎么回事 给选到第三处一字卡 来看他说 亲爱的 你们是命中注定要相遇的 他觉得你跟其他人不一样哦 好像前世已经约定好 今生要再次的见面了 就请你回到他的身边 把这份感情 不应该就这样子就结束的 若你知道他有多深爱着你的话 你就明白了 为什么他有一些行为或举动了 请你留在他的生命中哦 他真的不想让你走 不想失去你 自从有你了之后 他每个早上起床 都是带着笑脸的 无法想象没有你的话 他的日子会过得多糟糕哦 他很想跟你说说话的 他很想主动的去跟你联络的 但是他怕 他不知道你会给出怎么样的反应 他不想遭到你的拒绝 每当有你的地方呢 他都过得特别的陶醉 开心哦 他不太确定你对他的感觉是怎么样 因为你从来不说 有时候你对他好 他认为会不会你只是表达你的善良呢 你是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的好呢 他现在好乱哦 他不太知道 这份感情会何去何从的 看中文字卡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哪些呢 可以选到第三组一起来看 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哪些 我很难理解不把我的话放在心上的人有多爱我 你是否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呢 你不说真心话 我怎么为你大冒险 若你不敢就是靠近 他怎么向你靠近啊 就这个人 就蛮对应整主牌的能量哦 就是大家都在害怕受到伤害 怕被拒绝 如果没有感觉就不要给我错觉 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你在对他好 你是爱着他的 还是你只是表现你的善良呢 若你不爱他就不要对他太好 不然他会不小心爱上你哦 看中文字卡来自对 看这个 美人鱼神域牌卡有什么建议 可以选到第三组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呢 抽三张一起来看 好的让自己充充电吧 你会不会太累了呢 当我们太累了的时候呢 做的判断也会容易做错的判断 让自己先补充能量 充满精神状态变得更好了之后 才去发展吧 这份感情慢慢来哦 要相信奇迹是真的存在的 没什么是不可能的 自然一点吧 就是不用什么都要管 都要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哦 顺其自然一点 可能会有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哦 看这个陶罗牌卡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可以选到第三组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 好了拿到的拍卡呢就是 继续的勇往直前哦 你目前的这个情景呢 是很不错的 不要再悲观了 没什么问题 没有太大的问题哦 一切的选择在你手中 任何的决定 都会引来不错的一个结果的 所以放心的去自信暖满的 往前走吧 补充好能量 去相信美好 相信奇迹会发生 然后去相信你做的决定呢 都会引来好的结果哦 不要太悲观的认为 还没有做的 还没有采取行动 就觉得会失败了 那么肯定会失败了 所以保持正面哦 好啦这就是可以选到 第三组的拍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与乐 所以对方的感情永恒 都那么甜蜜不变 还有就是 接下来有很多 值得庆祝的好事可以发生 谢谢收看 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点赞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